陨落 可怕的铁钉锋芒毕露,烟红色的钉身流淌血液,阵阵隐隐约约的哀嚎自铁钉之内传了出来。 邪义无比,一头不死剑的虫组,背这么一根铁钉之下,没有反抗之力,直接破开其强大坚固的身躯,将其钉死在石壁之上。 收,第二组一挥手,将这一具尸身收入到小世界之内,这一具不死境虫组的身躯内,蕴含着海量的先天神魔的血液。 这一头飞蛾本身的生机被泯灭,但是体内的先天神魔的血液却不会被铁钉破坏。 更况且,不死境的虫组浑身都是宝,这坚固的身躯足以用来打到神兵。 快走,这头不死境虫组死在这里,另外两头虫组,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 万古天宗八位老祖毫不迟疑就准备离开此地。 嗡,四周的石壁颤动,如同石质的压力猛然传来,席卷八方。 走,谁也别想走。 一头庞大的飞蛾缓缓地震翅,自土石内破开了一条通道,出现在众人面前。 紧接着,又是一头不死境的飞蛾出现在众人的身后。 之前被击杀的飞蛾不过是三头飞蛾之中体型最小的,实力也是最弱的。 绕是如此,也让众人陷入到苦战。 而眼下这两头虫组现身,顿时让众人变色。 人族背信弃义,死不足惜。 体型最为庞大的飞蛾眼中,爆发出了滔天的怒火,已经感知到自己的虫组陨落之后残留的气息了。 今天就是你等埋骨之地。 两头虫组嘶吼,声音化为实质,摧枯拉朽地破坏着四周一切的物品。 你族真的要与我等,鱼死网破。 第二组站出来,身后缩小至十丈高的索妖塔开始复苏,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气息。 呵呵,你以为还能够威胁到我们吗? 就看你敢不敢动勇,一旦动勇,或许我们会死,但你们又能够好到哪里去? 体型庞大的飞蛾面露饥风之色,让第二组脸色一沉。 这头飞蛾说的没错,索妖塔一旦动用在这里,或许可以将两头飞蛾留下,可是之后的妖族又该如何的防备呢? 万古天宗的底蕴比起妖族与虫族来说还是太差了,最强的第一组也还没有突破至不死境。 一旦妖族有意进反,万古天宗拿什么抵挡? 不要怕,我妖族发誓,愿意与人族共存,绝对不出兵犯禁。 一头大妖王眼珠一转,郑重其事地说道, 现在该如何是好? 第九组暗中询问,如今这个局势可是凶陷无比,一个不慎,宗门就将迎来覆灭之祸。 这个局势是众人到来之前怎么都没有想到过的,此时倒是进退两难。 第三组暗暗询问, 九组,你擅长阵法,可有把握拖延一丝时间,索妖塔现在绝对不能用,只能够断走。 第九组眼底闪过了一抹挣扎,而后点了点头。 这拖延一瞬间可以办到,足够你们打破空间返回宗门,既然如此,那就靠你了。 第二组转身,看向仅存的三吨妖王。 诸位,想要动用索妖塔,需要一些时间,还请诸位拖延一瞬间。 好,必然不负所托。 三吨妖王有心不答应,但是看着今天的架势,要是仁族不动用索妖塔,恐怕自己也是一个死字。 还不如薄一线生机,拖延瞬间,让仁族催动索妖塔。 这样一来,仁族动用底蕴之后,实力将跌入到低谷,成为三族之中实力最弱的一方。 这样一来,妖族就是最大的赢家。 三头妖王对视一眼,纷纷地燃烧寿命,爆发出了绝殿战力。 而后在妖族去纠缠飞蛾的一瞬间,八位老族也动了,空间颠倒,此缘杀阵。 第九组瞬间向着数十个方向扔出了一块块阵盘,直接催动大阵,将四周不死境飞蛾封锁的空间打破了一刹那。 这一刹那的时间,直接将其余七位老族挪移了出去。 不!空间破碎的地方隐约传来惊天大好。 九组目光平静,一无反顾地燃烧浑身的气血与寿元,整个人如同一团火焰, 带着长长的火焰尾巴,如同彗星一般闪耀整个地下世界。 轰隆!这是第九组燃烧一切,以毕生所学发动的一击,就连不死境也不敢无视。 无量未能爆发,三头妖兽直接被波及,刹那间陨落。 可怕的攻击直接飞到了两头飞蛾身前,忽然爆发。 两头飞蛾直接撑起了翅膀,力量灌注在翅膀之中,让翅膀之上形成了一层能量结晶,闪烁无数的纹路。 这一刻,天地为之一径,距离此处上千公里外,则是封地镜的战场。 这一击爆发的一瞬间,所有封地镜都感应到了一股可怕至极的力量,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着此地而来。 人族妖族甚至虫族在这一刻,心底都升起了无力感,而后惊醒顾不得大战,纷纷打破空间开始逃窜。 这是诸位老祖与虫族交手了,好可怕的威能。 一位封地镜浑身都在这股力量之下颤抖,仅仅是慢了一瞬间,整个人直接背着一股远处传来的力量摧毁,泯灭。 这样的人不止一位可怕的威能爆发得太突然,让众人都来不及防备。 再加上两头飞蛾阵风了八方的空间,此地尽管不是核心的范围, 却也是在余波之中,空间之坚固,远非寻常风地镜无者所能够打破的。 这一瞬间,三族加起来,至少有上万风地镜直接陨落在了这一股余波之中。 北风时刻都在防备着,在异便发生的一瞬间直接撕开了空间离去,大地在颤抖。 方圆十万公里的范围内大地都是在起伏,如同湖水泛起的涟漪。 这一刻,山河破碎,恐怖的能量冲天而起。 将直径十万公里的大地震碎,无数的山石抛飞数万米高, 偌大的一片区域直接崩灭。 一群万古天宗的风地镜没敢停留,纷纷地赶回了宗门。 妖兽一族更是死伤惨重,数万风地镜之下的妖族直接全灭。 大地深处,两头飞蛾钻了出来,身上并没有太大的伤势,只是受到了些许的伤势。 休养几日就可以恢复。 死!我要你们都死! 人族、妖族,这是你们逼我的! 两头飞蛾模样狼狈。 这一次虫族可谓是损失惨重,连一头不死镜的虫族也陨落了。 风地镜、星辰镜的虫族也是伤亡惨重,堪称是伤筋动骨。 听众朋友,感谢您的收听。